你别吃 这是隔夜的 给你嫂子吃 妈 嫂子这还怀着孕呢 没事 她都过了三个月了 稳定了 瀑布双标起来 能有多下忍 妈 你过生日 嫂子张罗了这一桌好菜 这就不吃了 哎哟 这土豆切得这么厚 我不跟你说了吗 臣子喜欢吃清淡的 你又弄得这么腻 这怎么吃着 你说你这么点事都干不好 关上妈操心 妈 这次来的匆忙 您的生日礼物落在家里了 哎哟 你能来看吗 妈就很知足了 妈 生日快乐 这是给您的礼物 你能好心给我买礼物 又是你妈不要的吧 妈 这是我专门给您买的呀 行了 知道了 放桌子上吧 臣子啊 妈知道你来 还特意给你准备了礼物呢 你等着啊 起开 起开 臣子啊 你看看 这是不是你喜欢的吹风机 妈 你怎么知道 上次去小马表姐家 妈看你喜欢 就特意给你买了 哟 这怎么还落灰了 妈 这是我给您买的礼物啊 我对您这么好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哼 你对我好 你处处嫌弃我 这就是你说的对我好 我什么时候嫌弃妈了 你都是怎么说的 妈过生日咱们去外面吃吧 让妈也乐呵乐呵 行 我去和妈说 妈 月月说你做饭不好吃 过生日就不得牙锅了 不愿意吃就走 我还不愿意伺候饭呢 老公 看我给妈买的衣服咋样 妈的衣服一穿就是好几年也不舍得换 这次我给妈多买几件 行 可以 挺好 妈 月月说你衣服穿了好几年都有味儿 快给你买了几件 不用 他买的东西啊 我不稀罕 我是这么说的吗 这意思不都一样吗 是你自己没本事讨饭欢心 你还赖我 哎 嫂子 哎 你看看她 无论是学历还是长相 都不如陈子 咱妈喜欢陈子很正常吗 她还生气了 哥 妈在陈子关系好 不是因为陈子做的都好 是因为她找了一个会说话的老公 哎 妈怎么天天这么早起来打扫卫生啊 这还怎么睡啊 老婆你别急 交给我 妈 陈子可是批评我了啊 你说你来了之后天天帮我们干活 一天清福都没想 以后啊 您早起就去楼下锻炼锻炼身体 这服装啊 陈子早都给你买好了啊 还是我儿媳妇想得周到 那妈 现在就去 妈怎么又攒那么多废品啊 还放在厨房 多不卫生啊 我去和妈说 妈 陈子给你了 你有钱干嘛 陈子看你攒了一堆的饮料瓶和纸壳 把我说了一顿 说我不孝顺 肯定是没给你零花钱你才到处攒瓶子的 妈有钱 你放心 妈以后啊 不减了 还是我儿媳妇心疼我 你以后啊 可得好好对人家啊 妈 我可是给你找了一个好儿媳啊 以后啊 我和陈子一起照顾你 你就想服吧 娅姐 我来了 陈子 姑妈 你们先坐 我用了吹完头发 咱们就走 娅姐 这吹风机不错呀 坐着就能吹头发 是啊 你知道我手腕不太好 特意给我买的这串平时乐历史吹风机 它不用手持 轻松解放双手 出风量不仅大 还很柔和 吹出来的头发又顺又柔 你看小蚂蚁可以买一台啊 不用了 我家里的还能用 你这不撒谎吗 这么许心下意的话 我可说不出口 是啊 你说不了 所以妈和嫂子之间的矛盾才会这么大 这聪明的老公都知道 好事要两头传 坏事才要两头瞒 像你这样 嫂子明明是关心嘛 从你嘴里说出来就变了味 他们关系不好 还不是因为你啊 爸 这吹风机真不错 哥 国西本就没有学员关系 他们的关系是否和没 全看中间有没有个会传话的男人 这婆媳关系好 这个家才能好啊 你好好想想妈 妈 我来就想 怎么能让你给陈子吹头呢 儿媳妇 看 你和小马结婚的时候买得太小了 妈现在给你补上 有一个处处逃领欢亲的婆婆 是懂什么体验 妈都切好了 别忘了吃啊 谢谢妈 你们聊 妈去给你遛狗 晚上回来 妈给你做你爱吃的狗豹肉 姐 你不是说你婆婆特别难对付吗 怎么现在对你这么好 婆婆 快 我排了好几个队下买到了 你快看上 那是因为我有一个事实力 这大半夜的 还没长手啊 非得只是你做饭啊 妈 陈子刚怀孕 闻不了油烟味 他怎么就那么多事啊 我之前怀你的时候又做饭又干家务 也没他怎么矫情 你叫他起来自己做 这都是让你给惯的 我媳妇我当然得惯着了 妈 我爸之前没惯着你了 你 行了 妈 你也别闲着了 你给陈子弄个口罐 抓紧娘啊 一会儿 陈子该饿了 老婆 祈祈节快乐 老夫老妻的过什么七夕啊 就知道浪费钱 妈 陈子的项链呢 我哪知道啊 行 既然您不知道 那我就再给陈子买了一天 别 给你就是 妈 你怎么能随便拿陈子的东西啊 一个项链好几千 你挣钱也不容易 我挣钱不就是给陈子花的吗 妈 你以后要是再随便拿陈子的东西 别怪我和你生气 姑妈来了 陈子啊 有些话你婆婆不好意思说 我这个做长辈的可不能太惯你啊 你看看你 都嫁人了还穿着什么暴露 还有个做人家老婆的样子吗 就是就是 姑妈 我 你还敢做美甲 你知不知道小马在外面中钱多不容易啊 你现在连个孙子都没给我们老马家生出来 你花钱不造的话吗 赶紧捡了 以后这种烧钱的爱好 你就别行思了 你婆婆不好意思说你 你自己得有点瘦呀 爸爸 你怎么了 这么晚了 你俩干什么去啊 去我姑妈家 她竟然敢这么教训陈子 我媳妇我都没敢和她大声说话过 完了完了 她表姑啊 你快出去躲躲吧 小马给她媳妇出气去了 这傻小子 怎么护着她媳妇呢 看来老话说的没错 老公护着的女人婆家不敢气 姐 你可真是找对老公了 老婆 快尝尝 刚出过的可香了 妈买了你最爱吃的 咱俩还买一起去了 我想着称赐爱去 就赶紧给她送过来了 姐夫真可以 妈 你看小宝这便便怎么这么干啊 我这吃饭了 老婆生完孩子后 就变得越来越串 妈 吃饭不能看吗 你去给我倒杯水 好 哎妈 你喝凉水热水啊 用哪个杯子装啊 你是想现在喝 还是一会儿喝呀 是在这屋喝 还是去客厅呀 我去吧 我去吧 好 妈 送你的生意礼物 我都六十了 你让我穿这个 啊 六十不能穿吗 我买的时候老板也没说呀 老婆 你去给妈订嘴店吧 妈这次大事 一定要好好办 好 妈 这酒店你想订在哪里啊 都行 哦 是想吃中餐 还是吃西餐呀 哎呀 中餐 好 妈 你说饭店是要高楼层 还是低楼层的呀 我就吃个饭 几楼都行 那你说咱们是点八个菜 还是六个菜 是先上热菜呀 还是先上凉菜 要不要订蛋糕啊 蛋糕是要植物的 还是动物的呀 你是不是故意的 我就让你订个饭店 你问这么多傻问题来气我 你装什么傻啊 不想做就直说 是啊妈 装傻的本质就是不想做 原来这道理 你都懂啊 妈 帮我看会儿小宝 我肚子疼 哎 我怎么抱啊 是坐着抱 还是站着抱啊 陈子啊 小宝尿了 用不用换尿不湿啊 妈 你帮我换一下吧 啊 那用不用脱衣服呀 是先脱左腿 还是脱右腿啊 这尿不湿 是扔垃圾桶 还是扔地上啊 我也不会啊 你快点出来吧 我来吧 奇怪 明明放在这儿了呀 妈 你看到我洗面奶了吗 啊 那是你的呀 我拿走给你弟妹了 妈 你拿我东西 怎么不和我说呀 我看在桌上放着 我行思没人要呢 就拿走了 要不我去给你要回来吧 你是现在用 还是明天用啊 你说我是打车去啊 还是坐公交啊 我要是自己去 会不会走丢啊 怎么 我以为陈子洗面奶 不用了呢 就给你弟妹了 妈 你怎么随便拿 陈子的东西啊 妈 陈子的东西 你以后别随便拿了 那上面也没写名字 我怎么知道是谁的呀 妈 陈子妹妹妹付到了 帮我做好了吗 想要记住 这永恒的瞬间 要做饭吗 做几成份的呀 能吃辣吗 你说我是先做汤呢 还是先炒菜呀 不用了妈 我们出去吃 妈 您之前总问一些傻问题 无非就是不想干活 可这几天陈子这么对您 您好受吗 之前在老家 谁都夸您从毁能干 怎么给陈子伺候个院子 就什么都不会了呢 那婆婆也没有帮儿媳的义务呀 妈 那您要这么说的话 那以后陈子也没有笑说您的义务 这婆媳之间的关系 本就是需要攒的 您不用真心去对陈子 又凭什么要求陈子 真心对待您呀 人都说十年看婆 十年看习 一心换一心呀妈 陈子 妈 妈 酒店啊 陈子早就给您定好了 您儿媳啊 您可上心了 天能不能 黑漫一些 做回 您儿媳啊